台北县永和有一处大楼住宅在走近下午传出了火警意外 浓烟四起在其中一名消防队员破门去灌旧 结果不小心却是被辐射者给灼伤 这滚烫的热水就从他的防护衣领口直接流进到他衣服里头 让他的背部双手都当场遭到了烫伤送衣 而住宅火势在一个小时之后则是顺利的扑灭 消防队员冲下来同人亲手八脚 用最快速度帮他脱掉厚重的防护衣 消防员背部明显大片红肿 两只手掌也被烫得红红的相当注目惊心 救护人员在一旁不断喷洒生理食盐水为他急救 消防员被扶上担架由于背部灼伤 只好改用他的 他表情痛苦还不时发出爱好声 游客大新街移动大楼民宅22号下午金船火警 农业密布情况一度危急 消防队员接过通报前往现场灌救 消防队员刘亦锐首当急冲进入火场救火 却不慎被辐射热及滚烫的热水灼伤 同人见状紧急将他带领火场送衣 主要是要背部被热水烫到 一度灼伤手部有两度灼伤 目前生命地乡都清醒没有什么大碍 他是不是没有穿保护衣 没有 都有穿 背部从水从这边渗进去 这热水从这边渗进去 为了救火打火弟兄被烫伤 英勇精神看在民众眼里既佩服又不舍 热水新闻 蔡中迅谢可轩 台北最后报道